這個部分啊 各位你想要自己打嗎 如果字不多還OK啦 但是如果字很多你就會很辛苦了 所以其實這裡 Mac的同學終於可以用了 因為我們在這邊 他是一個雲端服務 他是一個雲端服務 所以您找到這裡來 這裡有一個介紹他的網站 這個網站其實蠻不錯的 叫做電腦玩物 他是一個中文系的 中文系的使用者 但是他介紹很多電腦類 最近他都是介紹很多提升工作效率的 上面文章很多 有機會各位可以開看 有沒有看到裡面有很多字 那你要一個人來 老實講有點困難 要打那麼多 然後又要調大小 調原色 對不對 所以你往下走 這個他叫做什麼 Wall Art 這個 最主要是他資源中文 我們最重要是要找資源中文 因為資源中文的這種 服務不多 這種服務不多 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你可以直接Google也可以 那你往下走 你會看到這裡有他的網站 有沒有 就會看到 你可以連到他的網站過去 在第一個輸入文字與關鍵字那邊 那個段落裡面就可以看到 或者你直接用這個關鍵字 找一下也可以 那我們就進到他網站裡面來囉 雖然介面只有 是英文的 但是各位不會太難 真的 大家都進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囉 你看他的左手邊這裡 預設已經有給我們幾個字 對不對 有給我們幾個字 你可以自己一個一個打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絕對不會那麼慘的 你知道 我一定有幫你準備好 你看一下這邊 剛剛這裡面 有沒有一個文字語的關鍵字 所以下次呢 你可以像這樣準備好 自己準備好 你看 我每個關鍵字 我都用斗點 半型的斗點 有沒有隔開了 只有隔開了 都有了齁 好 所以呢 這樣子你就全選吧 Ctrl加A C就好了 因為這個網站支援匯入的 支援匯入的 所以你準備好了之後 你看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 有一個叫Import 左上角 左上角 有找到了嗎 Import了對不對 把它按下去 這時候他就跟你講 請你把字貼在這裡 重點就是 你的關鍵字要辦形的都點隔開 好 辦形的都點把它隔開 好了 我就按插入 有沒有進來了 有沒有我們關鍵字就進來了 還是你覺得慢慢打比較成就感 我不會那麼殘忍 真的 好 所以這樣子好了之後 你可以先按一下上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Visualize 就是視覺化 也就是它幫你開始做 把它按一下 這時候它開始幫我們製作成 所謂的文字語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都是問號 因為我找的是中文 但是它的字體是什麼 英文了對不對 那你完蛋了 怎麼辦 請來這邊 你看這個字型這裡 你在怎麼找就找不到中文了 就找不到中文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有 因為這個雲端部好用的地方 就在於它允許我們用自己電腦裡面的字型 這個不一樣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Fone 第三個 Fone 找不到嗎 點開 點開它 不用往下看 看上面 增加字型 有沒有看到 增加字型 你可以去你電腦裡面找一下 你有什麼字體 想要拿來這邊用 這樣了解 所以你自己點一下 左上角那裡 A的Fone 去按增加 那你就看你的字型檔放在哪邊 如果你剛剛有下載王漢中的也可以 或者你自己去找自己的資料夾 像我是有 我自己有自己的資料夾 找一下 好 字型 字型 我有王漢中的 好 那這裡面呢 就有 如果你搞不清楚是什麼 長什麼樣子 可能就要點一下才知道 好 我要點一下 點開這個檔案才知道 好 我上去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好 看到了 它 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裡 這裡 它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 王漢中 有看到 K 應該是凱書吧 它會用那個字體的英文名稱 但是一定擺在最上面 所以你不會找錯 這樣了解 來 重點是visualize一下 你看看有沒有變成 欸 選錯了 這個 好 抱歉 字有進來之後還要做一件事情 這裡 要改一下 你回到上面這個word 回到上面這個word 它後面是用default default就是原本的英文 你要改一下 這個關鍵字我要用王漢中的 只有這個 我沒有辦法幫你 個人造業 你用多少的關鍵字自己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把它準備進去 我就做幾個就好了 就看一下 visualize 有沒有發現 有些字已經正確了 好像大部分都正確了 只改了一個就正確了 有沒有都是正確的 這樣了解 所以 自己的內容可以自己設定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你改過之後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形狀 你就把 第二個 shape 這個打開 看你要什麼形狀 自己選了之後 就給它按下去 有沒有 馬上就變了 你知道為什麼 這個雲端服務好用了吧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你真的還蠻辛苦的 這樣OK嗎 那那些顏色也會改 其實都可以 都是可以改的 而且 各位 告訴各位 你在這個地方 上面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個2 你喜歡 但是有些字 你不滿意 你可以按編輯 點到它 你有沒有發現我可以拉出來 我還可以個別移動 還可以改一下顏色 改不同的顏色 這樣 有沒有 就看得比較清楚 對不對 把你的重點 看得比較清楚 反正那些人 你們都知道 這樣應該知道 好用的地方在哪裡 那 你往下走 它的 layout部分 這邊呢 我們現在的字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都是橫向的 你也可以選擇什麼 直的 也可以混雜在一起的 都OK 如果你選這個 再試個做一下 你就會發現 欸 有些字有 有些 這樣是又更不一樣 所以這個 蠻好玩的 然後 Style這邊呢 就是我們最後要看的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的 這些背景的顏色 然後 預設就是什麼 白色的 但是 我跟各位講 有沒有 我們要做去背的話 要怎樣 是變得透明的 不要自己下載下來 再去背 這樣太慢了 請來這裡按一下 這個 Style這裡 所謂的樣式 背景 背光的color 你告訴它 make a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就是透明的 它就把背景 變成這種 一格一格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有沒有 這樣我這邊是不是就OK了 欸 那你就可以下載下來了吧 差不多做好了 就可以下載下來囉 上面這裡有個download download 上面這裡有個download 那 你下載的話 請問你要下載 png還是jpg 當然是png 我們剛剛是不是特別講過 jpg有沒有透明 沒有 jpg是沒有透明度的 你只要下載那個色透明沒有用 但是呢 如果你要下載 比較高解析度的 png是付費 比較高解析度 這些是付費的 所以我們就是下載標準的就可以 這樣 你就可以把它拿下來喔 就可以把它存在這裡面 這樣了解了嗎 可以喔 所以這個 像這樣使用過之後 你就可以再把它拿到門裡面來 就做好 來我上一層 我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這個我好像沒有去備 我看一下 這個我是沒有去備的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是我用另外一個 雲端服務做的 那如果你用剛剛那個做的 你有去備下來 就跟我剛剛的字一樣 就直接點進來就可以了 請問如果這種沒有去備 所以要怎麼辦 因為我剛剛有調查過 使用過Photoshop還蠻多的 對不對 Photocab 也有一個跟它一樣的功能 你們如果用過Photoshop的話 有沒有一種叫混色模式 就是 不同圖長之間 顏色可以互相混合 Photocab也有耶 Photocab也有 所以你可以找這個地方 你看喔 我把Photocab這個 在這邊 你就在這個圖 我們剛剛一樣是用這個方式 有沒有 照片物件的方式把它加進來 你只要在這個照片的物件上面 點兩下 兜兜 你就會發現 在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塗層 往右邊走 往右邊走 有沒有看到混色模式 混合模式 一樣的 其實要把白色拿掉 是可以的 選擇 我看一下 應該是相乘導數吧 好 就相乘 好 拿掉了 請問這樣有沒有就拿掉了 雖然我沒有去背 但是 利用混色模式的方式 其實一樣可以把白色或黑色拿掉 再看一下喔 你在這個圖片上點兩下 我先還原 點兩下 你會找到這裡有一個叫做塗層 塗層 往右邊 看到混合模式 你把它改成什麼 香層 香層 香層會把那個白色拿掉 然後呢 還有一個香層導數 會把黑色拿掉 這個其實是影像處理上 我們常常用的方法 常常用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把它變成香層 它馬上就預覽給你看了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 所以這樣子 我們的背景 字 還有這個 文字語的部分 都已經解決好了